上次咱们测试失败了 这次咱们再次测试可以传输一公里的海抗无线摄像机 希望这次不被打脸 有的朋友提醒我 你这个测试环境不对 人家都是在空旷的环境中测试 你这个简直是在树林里测试 另外你这个高度不行 人家都是把这个网桥架起来 架高一点 这次咱们直接高一点 50米直接上17楼的楼顶测试 我去上来才发现 这上面是运营商的基站 这全是天线 这晚上肯定会有干扰的 来都来了测试一下 万眼镜看一下 大概800多米的地方 也有一个楼五层的 我待会到那上面去 看能不能切除了信号 给大家看一下目标 就是这个楼 我去好不容易自己爬上来 一看车上怎么也是基站 这次完蛋了 然后我把工程宝网桥全部都插上一试 网桥的信号 连个最弱的红灯它都不亮 只有电源指示灯亮 带大家看一下摄像头段 也就是发射端 我搭档在那头 然后就是箭头指的这个楼 大家现在看一下 现在有图像 但是我换地方了 现在距离大概是600米左右 看我手拿着网桥 然后坐在我的作战车上 这个那个楼看到了吗 就是箭头那个楼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我就把这个网桥不对准它就放腿上随便对个位置 它也能出图像的 看到了吧 没问题的 这是600米 这是我又后退了大概100米啊 我测试一下到底它能多少 然后看一下现在也没问题啊 正常能出图像 一点不卡顿 这是我再次后退有100多米 你看那个目标那个楼很小了 还是没问题啊 不卡顿 信号两格 有时候对嘴楼能成三格 但是我拍摄的时候 我手要侧过来 侧过来网桥就对不准了啊 只能拍到两格的信号 红灯和黄灯 现在距离1.1公里啊 然后目标那个楼呢 已经很小了 然后现在依然是有信号的 也是两格信号 没问题的 不卡顿 咱们再远点试试 这个还是原地啊 只不过我让我搭档呢 把这个摄像头转换个角度 避免有的朋友说 你在哪个楼上测试的 是有基站那个楼吗 你看让它对准这个天线 看是这个楼吧 一点问题没有啊 咱们继续测试 现在大概距离1.3公里 然后呢还是这条路啊 这条路是直路 你看现在还是两格 仍然有图像啊 没问题的 咱们继续测试啊 又远了100多米吧 现在那个目标 那个楼已经看不着了 太远了 再加上中间有树枝挡 现在还是两格 仍然是有图像啊 没问题的 现在距离1.5公里啊 这是有点意外啊 我想这应该是没图像了吧 现在你看仍然有图像啊 再也我就没有测试啊 也没有在那长时间的测试 因为大街上 我一个手拿着网桥 脖子上挂个工程榜 这个回头率还是蛮高的 搞得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另外这个运营商的基站 你看两侧都有基站的情况下 直接这个就没有信号了 一侧有基站啊 影响不是太大 咱们仍然是1.5公里之外 也可以看到图像 总之吧 这个网桥 对这个使用环境呢 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本次测试呢 仅供大家参考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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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